好 带你来关心 根据2022年国民健康署公告的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显示 花莲市全国平均血糖喝酒最高 18岁以上人口过重 以及肥胖比例为51.2% 花莲甚至排名第一 已经达到了罹患糖尿病前期的标准 花莲卫生局以及花莲祠院 在2月1号的上午启动了职场健康促进的计划 期盼透过医疗团队进入到职场 向糖尿病塞诺 根据2022国民健康署的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显示 花莲市全国平均血糖喝酒最高 18岁以上人口过重 及肥胖百分比例51.2% 花莲排名第一 以达罹患糖尿病前期标准 1日上午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健康保险署东西业务主 及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 七首花莲卫生局与花莲慈基医院 宣示启动职场健康促进计划 期盼透过医疗团队进入职场 帮助糖尿病患者 与高风险逐群减糖减重 提早预防糖尿病 200多万的糖尿病诊断的病人 大概一年要用300亿 再加上我们的半性肾脏病 里面有很多 可能45%以上都是糖尿病的诊断 再把这些请向是哪个话 五六百亿是逃不掉 那如果我们可以在他 还没有变成糖尿病的病人之前 我们不管他是在职场在社区 我们做一些介入治病与未病之前 怎么样让我们现在 有将近218万的糖尿病的病人 在还没有糖尿病之前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处理 那这是我们希望在所有社区人员推动的 可是在职场 我们也希望所有职场的长官老板可以重新重视 不是安全唯一的问题 是我的员工成为我最重要的资产 他的健康可以增加我的劳动力 让我们的智障更能够的发展 治病与未病之时 就是要健康促进 所以健保署这一次呢 也在推糖尿病前 就是前期 还变成糖尿病的时候 生病的眼睛不好的 脑中风的心脏不好的 肾脏坏了 那个都花大钱 而且得到它效果 最好在生病之前 就已经可以把生活改变形式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职场 全台目前有800多万人在职场工作 年龄介于15至64岁 若未及时改变生活形态 将使病情恶化 未来恐面临洗肾等问题 国建署调查 全台糖尿病盛行率为11.1% 初期属可逆的疾病 让血糖恢复正常 期盼透过三署一线 医中心职场健康促进 提升健康生活形态与预防糖尿病计划 主动出籍介入职场 定期关心 支持患者与高风险族群 改善生活形态及调整饮食 也帮助家人减糖减重 尽早兼换糖尿病的发生 记者将邦夜华理事报导